hello大家好我是master疯狂讲卖会 今天给大家带一场昨天偷偷直播打的 为啥说偷偷直播呢 偷偷打蔡文基 为啥说偷偷打的呢 因为本身直播的有点晚 不想直播的 但是一看没素材了 咱们打一局吧 主攻神兆云个人不推荐 尤其在直轮场遇见针对 很容易被针对 你开局选将是能容易被针对的 很多人都能克制 比如说一些像那个张秀 秀儿直接克死你对不对 包括一些管你要牌的 或者说抢你牌的 像我选择蔡夫人这样的 甚至李汝甚至许优 都是克制你的 克制你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尽量不要选择当主攻 你能赢的话 尽量都是靠你的队友的职能 而这个时候的话 他可能选择神兆云的话 这时候吞卦了 局势吞卦跳反了 拿下他的红桃牌 然后这个时候 我在寄望于黄岩英 这个SP黄岩英不是队友 真的 因为正常人不会去选 黄岩英来至尊场的 有人经常说 你们不是土豪玩的游戏 咱们不是土豪不土豪玩游戏 来至尊场 要不咱没有好的武将 咱不来 对吧 那有些人是想赢的 你选个弱将的话 不行的 像这种武将 是上不了至尊场的 我开局就在祈祷 这个东西千万别是我队友 然后神甘宁看样子是个反贼 结果他跳钟了 这个情况 然后很震惊 结果神甘宁 结营看样子是有 有想法的 他结营是有想法的 他第一 看一下徐氏 想要结徐氏的赢 为啥要结徐氏的赢 因为他怕徐氏有距离 所以他没打我 直接去看了徐氏 但是他忽略了我的技能 直接拿他一张闪 给他减少他的防御 然后 刚才徐氏跳反了 这个操作其实不对 应该先杀一刀神甘宁 再去给徐氏牌 这样让徐氏能放心的给牌 能理解吧 操作还是有一些瑕疵的 我打完之后就输了这个点了 然后这个之后无懈了 徐氏有距离 应该是没有过到距离 没有过到距离的话 那就实在是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 把自己手牌全用了 没打呢 真的杀李辱 能看得出来他不想杀李辱 先普通杀一刀 再去九杀比较好 没看懂 然后李辱的话 应该是个忠诚 这么选出来 看他放不放火吧 直接放火的话要出事 因为赵云死不掉了 一张桃就能起来 人不在乎的 现在问题这个放火 对反对伤害太大了 这个跳钟的李辱 挺烦的 那这个时候我吃这个火吧 我吃这个火 让徐氏少掉一滴血吧 我吃这个火 徐氏扔一张牌少掉一滴血 希望能活下来吧 其实挺难受的 结果李辱跳钟 神甘宁跳钟 那后背的那个贴脸 那个徐氏应该是反了吧 这个时候打了一滴血 徐氏肯定要死 要出问题 某吕蒙的话 不能当忠臣 一定要跟你们说一下 因为他不能救人 而且反贼也说实话 挺嫌弃他的 能当混子 但是现在场上混子太多了 一个SB黄云 连混子都不如 你甚至有 我能容忍度有多高 对呢 你们知道我对 张春华容忍度极低吧 你宁选张春华那种废物 知道不 我就已经恶心到会 那种不行的那废物 你也不应该选这个东西 了解吗 一定要记住 这个五谷开出来 许又结果跳钟了 两个偏反的武将都跳钟了 这是我没想到的 真的没想到 然后赵云有拿了张红桃万剑 也就是说 他下回我拿不了他牌了 这时候不就崩了吗 许又挨个点名 游戏结束 只要杀掉我的话 反贼没有任何能打的人了 反贼就彻底崩了 不知道谁是内奸 神甘宁是内奸吗 难道 然后这时候的话 回了个桃 给赵云空了个桃 一直反正这一局的话 你可以看到许优玩的不是很好 他在许优的上 他在神赵云的上守卫 却不给神赵云控关键的牌 他认为桃才是神赵云关键的 结果漏我是没问题的 因为骗出来无限了 对不对 漏我没问题 咱们这时候赶快保自己命 还能保住不 杀掉了许氏 崩了 这个时候大概率身份 就是神甘宁 许优加李汝 忠臣 我们这一个 一个没用的黄云英 加一个不能救人的某吕萌 然后这个时候 许优刚才也在针对某吕萌 某吕萌四个甲 我记得他 三个甲以上还是四个甲 他能觉醒 他觉醒难了 人只要刻意针对 他觉醒不了 这AOE开出来的话 我就不能拿神赵云的手牌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 然后直接游戏快结束了 我感觉这局没有任何迎面 四倍速 真的很难受 这个黄云英 我就知道他会用自己的技能 我心态都炸了 啥也没能动 断杀 你说你有啥用 你告诉我 这又不是普通场 这时候应该他直接 应该先杀黄云英 赌一赌之后再看我牌 我拿走他无蟹 结果他们 神赵云没有黑桃 很不错 然后这个时候 注意一下我的牌序 先杀一刀 先杀一刀 他必中的英术子 然后把这些装备 给黄云英再砸他一滴血 祈祷 能消耗赵云一张桃 消耗赵云 但是千万不要打赵云 以他选 黄云英的智商 当时我在祈祷是要不打赵云就好说 但如果他打赵云的话 赵云又多过了手牌 因为他至少手上可能有两张桃 能理解吗 赌不起的 但是以他选传黄云英的智商 肯定会打的 我当时在说求求你千万 我给你装备 你千万别打神赵云 你打神赶紧就行了 行了 我心太炸了 多送一张牌啊 很开心 多送一张牌 还好还好 那开桃源吧 开桃源吧 那能怎么办 我也没办法 能怎么办 结果赵云给自己无谢 我是没想到 这几这一局里面是至尊场 卧龙凤雏 给你们看看这个东西 大将军从来不会令你失望 然后内奸李鲁跳回来了 内奸李鲁是 你现在跳也跳晚了 跳晚了 你打不过了 许优加神甘宁 降面也碾压 反贼没有任何能打的机会 某里蒙 应该从此之后 不会再玩了 我觉得 某里蒙不是不能玩 但是不能你当反贼的话 肯定会有人嫌弃你 你能保证你能活下去 拿他一张傻 因为保一些自己的命 不拿他红桃 咱们现在不求杀人 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 有个神甘宁 然后这时候搞笑来了 我说祈祷他的 神甘宁还有一张杀吧 有斧子还好 因为刚才神甘宁手牌 是一张借刀杀人 结果他拿了斧子杀 九杀神兆云 许优这肯定有个桃 刚才犹豫的一瞬间 能看他有个桃的毒条 神兆云大概的 手上也有个桃 也就是说 这个等于给神兆云再送牌 他九杀神甘宁 这把说不定能杀死 他们不救 有这种可能的 结果现在游戏要结束了 他都真的完美错过 所有正确答案 我心态很炸 又控了张桃给神兆云 行了 游戏结束了 然后这张借刀是我的名牌 直接把斧子送给别人 盾也没用了 然后直接先打他 可以甚至看其他人 再回一滴血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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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哭 看了一些李汝的牌 有点奇葩 吴中生有骗个无蟹 骗完无蟹之后 杀两刀 看能杀死 杀死也没办法了 祈祷那个杀不死也没办法 直接上藤甲吧 有人说有神兆云上藤甲 大烈士了 没机会了 真没机会了 能打就则打吧 能少点输出 少点输出吧 祈祷许优没摸到距离 给神兆云不会空到距离吧 要不已经结束了 我们这把打不了了 知道吗 然后这时候 拆了一下许优的手牌 咱摸一张牌 然后许优控了一张距离 结果控了一张距离 控了一张紧 那个那个啥 寒冰剑 结果这个傻子不会空牌 寒冰剑第一张控 也就是说明他顺手和杀 给赵云控了顺手和杀 寒冰剑归神甘宁摸走了 这就是神经病吗 这是 不会空牌吗 能看出来了吧 本身控完 说不定能杀我的 结果没杀死 这一个一个都是奇葩 有人说你以为这奇葩就完事了吗 有会儿还 你们还看见更奇葩的事 更奇葩的 你一会儿就惊讶 就会出现 然后这时候放了一张锦囊 我当时直接砸了一些 神甘宁 还不错 那天终于帮我们 能杀死的 能杀死的是最好的 这时候我问你 当时我在说 这是在直播当时说的 说他那张锦囊的话 以某女萌 选上某女萌智商的话 他可能会开 无脑开 神章云可能有个桃 有可能有桃 甚至许优可能藏了个桃 会送过牌的 没必要去堵这个万剑 现在已经有点小优势了 只要许优下回合的话 秒不掉你就行 或者你自杀也行 结果这某女萌真自杀 挺开心的 自杀的话 人头没给别人 结果我发现一个很震惊的事 某女萌是忠诚 然后那就代表着 一个跳的死忠 那个一开始 把我们反贼干掉 一个徐氏的 那个李汝是个反贼 这一局里面有正常人吗 请问一下 有正常人吗 我就问你们 我惊讶了 我完全猜不透他们 我是按照逻辑来分析身份 但是他们是按照 按照没有任何逻辑 来跟你打游戏 你知道不 很奇葩 然后这时候 正常来说的话 就开始断杀了 开始断黑色锦囊了 反贼是个他 我这把的话还是学 许优会玩的话 先杀我就好说 不要让他开黑牌 神赵云控制张牌 无所谓 周云控制张距离的 闪一下 不给他摸牌的机会 我自己摸一张新牌 独一线都摸张新闪的概率 一会赶快找机会 拆掉他这个 拆掉他这个 那个啥 奇林弓 决斗 这个人至少知道用决斗 他断杀了 用决斗 没用那个技能 如果用技能就傻子了 用技能相当于给许优送了张 必中的决斗 也就是我不能摸他的牌了 咱们拿一张无蟹 现在手牌是张闪 然后把他一张红桃拿走 也就是他现在三个桃变两个桃了 这个时候直接在顺走他的距离 注意什么 你们不需要送什么花 也不需要嘴牌 用脑子思考什么问题 看我怎么打的 只能寄望于他脑子在线 不需要干什么其他 送花嘴牌 这时候决斗打许优 能理解吧 决斗打许优就代表可能没杀 然后这一刀 我有距离的杀 却不杀许优 如果你能保证 我的智商是正常的 不是说我是会玩的 前提的话 你就能推算出来 许优这张牌是什么牌 肯定是一张闪 因为我如果会玩的话 我不会因为杀他一刀 给你控张闪 也就是说 黎如你现在如果有黑色锦囊的话 肯定会去下他的牌 不能去杀他 能理解吧 这是最基本的 不需要啥 这需要用脑子就可以 不需要什么送花呀 什么玩意去嘴牌呀 真的不需要 之所以你们宣言去嘴牌 就是因为不太会玩 现在游戏已经结束了 黎如玩的虽说稀烂 咱们不说 但是莫名的对面 还有个负负得正的 牟吕蒙忠臣 牟吕蒙能做啥 啥也做不了 知道吗 这时候其实已经浪开了 我有点浪了 正常让他空一张牌 下一张牌砸一滴就行了 因为他空的牌 排队顶是张梅花 这是完全看不懂的 牟吕蒙做忠臣 你觉得你能救人吗 你的桃救不了人的 然后这个奇葩的李汝 然后选将很更恶心的 还是不会打的黄云英 神甘宁不太会 不能说不太会玩一般 主攻选个神赵云被针对 然后许优又不会控牌 这一局 这就是至尊场 这是至尊场